近日龙华区关湖街道张康镜社区 开展了第三届张康镜碑 麒麟舞邀请赛 让社区居民品客家美食 品客家山歌 赏麒麟舞 上午9点 随着一声炮响 关湖张康镜麒麟队 龙岗板田永胜堂麒麟队 东莞黄洞岭 南村麒麟队等8支麒麟队 纷纷集结张康镜社区 经过多轮比拼 关湖张康镜麒麟队 关湖松云夏麒麟队和板田永胜堂麒麟队 三支麒麟队获得本次邀请赛金奖 其余五支参赛队获得赢奖 其中张康镜麒麟队多次参加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麒麟表演比赛 荣获最高荣誉 特别是在2017年 龙华区关湖杯麒麟舞大赛获得了金奖 2018年龙岗区麒麟王争霸赛也荣获了金奖 被广东省文化厅授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 我们的麒麟队伍有25个队员 从78岁到8岁的队员都有 我们这一辈传承的还非常不错 希望继续保持下去 活动现场还有居民们精心制作的 萝卜板 爱叶巴 唐扯 汤圆等客家美食 以及客家山歌队唱 观看麒麟历史文化展 与麒麟合影打卡 有奖问答赢取麒麟公仔 让参加活动的社区居民忙得不亦乐乎 下一步我们张跟进市区将致力于挖掘 保护传承客家山歌 武麒麟等客家文化 麒麟舞是我们物质文化遗产 同时也是我们张跟进市区的一张文化名片 那我们接下来会开展更多类似的活动 使客家文化可以得到更好的传承与发展